老化过程影响了我们身体所有系统 似乎与特定类型的特定损害不相关 然而,存在一些机制会系统性地加速这个过程 同时影响整个身体 在这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慢性炎症 它在早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慢性发炎主要由摄取Omega-3和Omega-6脂肪酸的不平衡引起 尤其是Omega-6相对于Omega-3而言 现代饮食通常含有更多的Omega-6而不是Omega-3 在身体中创造了一个粗发炎环境 为了避免这个过程,建议减少摄取富含Omega-6的食物 如菜籽油、玉米油和大豆油 这些食物不健康 增加摄取富含Omega-3的食物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加工食品和廉价植物油含有大量Omega-6 这会导致身体发炎 因此,建议选择含有更多Omega-3或至少含有更多饱和脂肪的油 以前认为饱和脂肪是有害的 但今天看待它们更为有利 如何确定是否正在经历慢性发炎 血液中的发炎标记物可以只是机体内发炎的程度 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标记物是C-反应蛋白 CRP和红血球沉降速率Acer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标记物并未提供有关发炎来源的信息 而仅仅只是是否存在发炎 除了炎症 老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糖激化 即摄取过多糖分时发生的过程 糖可以与机体内的蛋白质结合 形成有害的高级糖化中产物AGIS 这会加速早衰 为了预防糖化 建议遵循低升糖指数的饮食 以帮助维持血糖稳定 缺乏甲基化也是加速老化的因素之一 甲基化是身体多种功能的关键过程 如毒素排除 细胞修复和DNA调控 有些人可能需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 以维持适当的甲基化 另外 维生素B12的补充也很重要 因为其缺乏可能会影响甲基化 栗腺体是我们细胞中的能量工厂 在能量生产和因此在寿命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持栗腺体的正常功能 重要的是减少体内的氧化作用 这包括保持平衡的饮食 定期运动以及避免暴露于环境污染物 免疫系统的异常 如自体免疫疾病 也可能加速老化 这些异常可能与抗生素使用 摄取带有农药的加工食品 以及肠道屏障的破坏有关 保持健康的肠道细菌群 并避免损害它的物质 对于强壮的免疫系统至关重要 端力 保护基因材料的DNA序列 也在寿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 端力会缩短 这可能会加速老化 应对压力和间歇性断食 是一些可以帮助维持端力长度和减缓基因老化的策略 最后 基因突变可能是由于暴露于化学物质 辐射 营养不足或慢性压力而发生的 避免有害因素的暴露和过平衡的生活方式 是预防基因突变的关键措施 继续减少早衰症并促进长寿的策略 包括 减少毒素暴露 避免接触有害化学物质和环境污染物 对于降低体内氧化压力至关重要 这包括选择有机食品以避免农药 以及减少电磁辐射和水污染 应对压力 慢性压力可能会加速老化 实践压力管理技巧 如冥想 放松和锻炼 可以帮助降低皮质醇水平 并减轻压力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间歇性断食 间歇性断食 是一种有助于维持细胞健康 并维持端力的策略 透过交替进食和进食 可以促进自食作用 这是一种清除受损细胞 并促进细胞更新的过程 适应性物质 适应性物质是天然物质 可以帮助身体适应压力 并减轻其负面影响 适应性物质的一些例子 包括人参 印度人参和红颈天 在将适应性物质的补充品纳入饮食之前 建议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的意见 选择一种策略 因为同时进行所有这些改变可能会令人不知所措 建议选择一种策略 并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以评估其效果 一旦成功实施了一种策略 就可以转向下一个 总之 为了减缓早衰并提高生活质量 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透过均衡的Omega3和Omega6饮食来控制炎症 保持低升糖指数的饮食 检查甲激化和维生素B12 促进立腺体健康 透过健康的肠道细菌群加强免疫系统 保持端立长度 避免可能导致基因突变的因素 这些步骤可以帮助减缓老花过程 并提高预期寿命 重要的是要记住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一个人有效的方法 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并不同样有效 因此 建议在进行重大饮食或生活方式改变之前 特别是如果你有已存在的医疗条件 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或营养师的建议 此外 定期监控健康 并根据需要调整习惯 以保持健康的衰老至关重要